上一只会划船的猴子已经成佛 这只猴子还在水上漂泊 南京红山动物园这只猴子太可怜了 只因得罪了猴王 就被猴群暴揍 还被赶到水中不许上岸 吃喝拉撒犬在水上 网友深表同情 太惨了 他到底犯了什么错 为什么猴群要针对他 动物园怎么也不管管呀 可是当大家得知事情的真相后 就再也可怜不起来了 这只猴子原本是南京街头的一只流浪猴 虽说是流浪 但他在街头巷尾却混得风生水起 每日猎猫七狗恐吓路人 横行霸道 肆无忌惮 因为顶着一个二级保护动物的头衔 大家都拿它没办法 可这泼猴却越发放肆 在小区丢人衣物 还潜入居民家中偷食水果和零食 甚至打开一户人家的煤气法 差点炸了一栋楼 最后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出手 将它收编到了红山动物园 这次在外面横惯了 进了猴群也不知道收敛 竟然当众挑衅猴王 调戏猴王的妃子 这还能忍 令猴群往死里走